我长得真不错 你怎么一上来就刀我 记得我太帅 鸡蛋切不行了 你来帮忙带带 哦 好吧 兄弟们 我又活过来了 谢谢叔 小事 都是一家人 你怎么又来刀我 这番茄苗不行了 你来带一下 全都我带 我的果子怎么办 自己想办法 我的一生全毁了 番茄和鸡蛋切长得这么好 叶切的根系也太强了吧 大哥 你为啥这么黄啊 说什么呢 我黄 但是我心甜了 我才不信 咱们明日就叫苦瓜 怎么可能会甜呢 这辈子都只能是苦的 苦点好啊 我年轻的时候又嫩又绿 真体里整起了大量的苦味素 也叫葡萄丸形三贴化合物 这才能让我安全地长到现在 那你变甜干嘛 没看见我黄了吗 对着成熟 苦味素流失有了甜味 真体里的种子才能被动物吃掉 传播到各个地方去 作为辛苦后甜 越黄越甜 你慢慢会明白的 原来我也能有甜甜的心 哎呀 这苦瓜都熟透了 只能当种苗了 这苦瓜不错 晚上做个凉拌苦瓜 清热又开胃 我还没熟透 我还没有甜甜的心 说了多少遍了 我不吃香菜 你怎么还是每道菜都放 这香菜多好吃啊 还是我一早到菜市场去挑的呢 我辛辛苦苦 做这一桌子菜也不容易 你这挑食的毛病 该改改了 一股肥皂味 谁来一吃谁吃 我宁愿一辈子荣华富贵 也不会吃的 我还以为你要发什么毒誓呢 挺好闻的 要不怎么叫香菜呢 你不会是嗅觉有问题吧 你猜嗅觉有问题呢 你们两个都没问题 这爱不爱吃香菜啊 都是老天爷说了算 这还设计到玄学呢 非也非也 真相其实是 在你的十一号染色体上 有一种名叫 偶尔6A2的特殊基因 对香菜里的全类物质很敏感 哦 不对 准确来说是反感 而这些全类物质 正是香菜气味的来源 所以啊 你觉得香菜难闻 也不奇怪了 哦 那我怎么听说 有的人一开始也不吃香菜 后来又爱吃了呢 好问题 欲知缘由 且听下回分解 你这家伙当我晒太阳了 小心 我不叫胃 其次我在这儿是我的命 怪你屁事 哎哟 敢在我的脸部撒野 我腻了 看我不收拾你 就你 毛都没长齐敢跟我叫板 你脑子没病吧 我 你神经病吧 居然把我的金刚板成了地 谁叫你臭嘴巴 活该 这辣椒咋长这么弯了 都来上面那个火眼望 怪我 我什么都没干啊 就是你弄伤了我的金刚 害我吃不到营养 豆腐渣工程 路又烂又窄 兄弟们 换菜道 我还见不到太阳 没法进行光客作用 辣椒蜘蛛本来就矮 金刚里地面这么近 空间有限 我长着长着就碰到地面 只能玩着找咯 敢跟我抢资源 变弯都便宜你了 唉 这生长条件不好 辣椒居然也会变弯 卖相差 拿去喂猪吧 看来我已经食欲如多了 果然红颜多薄命 那个渣男 当初带我回家的时候 叫我小甜甜 说会照顾好我 现在 不提言吧 这花什么时候买的 我怎么不记得 不是因为你经常忘记给我浇水 我才变成现在这样 既然如此 我正好把你拔掉去买一束新花 你就乖乖地疼地方吧 不要啊 我觉得我还可以抢救一下 只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能重新找好 那你说说有什么办法 被子别怕 这事还得看啊 你也就平时吃这味道还行 这事你能解决 可别看不起葱 我的用处多着呢 你按我说的做 保证能行 先把花取出来 把枯萎的根剪掉 这些根系肯定裹不成了 好 记得把花洗干净哦 拿去吧 要切碎用开水泡 不然就浪费了 妹子 现在你可以进去了 得救了 我现在感情好多了 马上就是琵琶上市的时候了 赶紧来尝尝鲜 你听听 你就直接吃我 不剥皮啊 剥皮怪麻烦的 脸皮带肉吃 省心省力 假了 你还不让吃啊 我的果皮和果壳里面 还有苦心人干 你吃下去之后 会在体面产生青青酸 这可是有毒物质 如果过量服用 会导致恶心 呕吐 呼吸系统麻痹 甚至心波骤停 我要你吃 你还敢吃不 有毒啊 那我还是剥皮再吃吧 你这皮老结实了 咋这么难剥呢 你笨啊 给我们剥皮得上点技巧 懂不懂 看它的 勺子还能剥皮 你小看我们 只要用我们 在琵琶上刮一拳 给它来个圈身死怕 就能让果肉和果皮分离 再硬的皮也能剥掉 啊 舒服 真的一丝就下来了 这办法真好用 这下就能愉快地吃琵琶了 哎呀 好晒啊 可别把我这水光机晒坏了 大哥 看不住来 你还挺超美的嘛 你竟然敢嘲笑我 大哥 我连个这样的叶子都没了 我会中暑的 啊 中暑啊 你最好能中暑 好歹毒的心啊 咦 你身上怎么长斑了 不会是得了什么穿染病吧 你可别火害我 我不是个好逃了 别乱造谣 你们水蜜桃长斑不是坏了 还是在生这过程中 日照时间长 阻壤肥沃 而形成了甜度结晶块 被称为甜斑 也是你们的美人计 呃 原来我没得病 是更甜了 吓死了 我咋坏心还放好色呢 真一帽了 我的宝贝玫瑰终于有大盘画过盹了 可得给你好好上上肥 这下我就能收获一堆玫瑰花了 大哥 你这肥味不对啊 吃着像是蛋肥 我更喜欢吃灵肥啊 蛋肥 灵肥不都是肥吗 你别挑食 好好吸收 安心开花吧 诶 这不是我最喜欢的蛋肥吗 就你小子 也可以抢我的肥料 这 这是主人要我开花 特地给我加的营养 你别抢啊 哼 看你能的 没听说过蛋掌叶子 零开花 你吃个鳞的 拿什么跟我争蛋肥 哪里吧你 哎呀 舒服了 我好饿啊 完了 我的玫瑰怎么掉花苞了 专家 快来看看啊 玫瑰的花苞七家蛋肥 会让它从长花朵的生殖生长 起早转回了长叶的营养生长 养分都又来长新芽了 花苞没营养 自然就全枯萎脱落了 唯不当初啊 要是加营养肥就好了 可惜了 我的花 哎 说你呢 龙虎脱下来给我 去 我又不少 降双了给你 我不得冻坏了 拿来吧你 哪来的龙虎脱落了 哇 哇 我 瞧你呢 什么样 哎呀 哎呀 我 哎呀 哎 太好了 这白菜变成双糖菜了 吃起来肯定又香又甜 甜啥甜啊 你这人咋被你演的劲呢 看不出它它要被弄坏了 哪里比得上懂得包养的花啊 哎 你懂个屁 你们白菜为了地狱寒冷 自身的淀粉 会在淀粉肥的作用下 转爆点很不幸的 吃起来当然行了 嘿嘿嘿 动一动 我竟然变成甜味了 哎呀 这家弄巧成果了呀 哎 说你呢 赶紧离开我的地盘 你说烦就烦啊 给个理由先 嗨 小baby 自己看不到吗 你身上寄生了离秀病菌 我看它没处过冬 好心收养一下怎么了 你知不知道它会让我感染离秀病的 严重的会要我的离命 你生命关我什么事 再说了 只是生个小病 哪那么容易挂掉 可它没地方过冬 是真会死掉的 作数不能这么残忍 老哥 谢了 总算熬过冬天了 该回老家梨树身上了 好嘞 下次跃动尽管找我 你这是诸咒为虐 摊上你这么个邻居 造了孽了 骂谁呢 骂谁呢 哎 原来梨树百树还真是冤家 种在一起 梨树真的容易得离秀病啊 这下 亏大了 可不能辜负这好阳光啊 不一定要长成菜园里 最大的漂亮的花菜 哎 干嘛呢 等着我散发魅力了 知道吗 你可要点脸吧 太阳这么毒 不给你做点防晒 会影响你颜值的 笑话 哥们真是励志 才不需要那些虚头八脑的 走开 别耽误我享受一关玉 行 到时候变成丑八怪 可别怪我头上 老哥 他不做防晒我做 快用叶子把我遮起来吧 纯千然对于咱们蔬菜 才是最好的 你使这些手段 到时候传出去 谁还敢要你 我就遮个太阳 搞个物理隔离而已 你可闭嘴吧你 大乌云事件 我怎么变这么黄了 让你不做防晒 现在卖相这么差 才是真的没人要咯 哈哈哈哈 好